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在全球AI竞赛下,台积电的产能实在是抢手。挥达、博通、高通等科技巨头都是台积电的大客户。 今年5月,苹果营运长杰夫·威廉姆斯·Jeff Williams曾低调拜访台积电,台积电总裁为这家亲自接待。据外媒报道,Jeff此行目标只为一件事,那就是确保苹果的2奈米产能。因此,从供应链透露的情况来看,2奈米因为太先进且太贵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被苹果独占。 此外,由于成本预估过高,苹果预计到2026年才会在iPhone18 Pro系列上采用2奈米晶片。 虽然晶片进程迭代的周期被拉长,但在追求先进制程的道路上,台积电并没有放缓步伐。 在年初公布1.6奈米制程的A16半导体工艺后,该技术再近期有了重大突破。 虽然1.6奈米在名字上还被叫做奈米,但台积电将其命名为A16及16奈米。 奈米是比奈米还小一级的单位,因此16奈米在等价成1.6奈米后,在技术难度上其实提高了不仅一个量级。 据今年台积电发布会上公开的资料,A16技术将采用领先的奈米片电晶体,并结合创新的备测电源轨方案,计划于2026年投入生产。 备测电源轨方案是一种经被供电的逻辑IC布线方案,该技术可以分离电源线与讯号线的配置,推动2奈米以下逻辑晶片持续萎缩,还能增强供电效能,从而提升系统效能。 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一下,那就是晶圆背面的空间很有利用的发展潜力。 如果能将电源轨从前端移到背面,那么可以缓解晶圆正面的拥塞,自然就能实现晶片的萎缩。 这就是A16技术的思路之一。 据估算,相比于苹果采用的N2P工艺,A16技术能在相同的VDD正电源低压下提供8%至10%的速度提升。 并在相同速度下降低15%至20%的功率效耗,最终实现最高达1.1倍的晶片密度提升。 当然,想法很好,如何设计就是下一步的难题。 新思科技Synopsys近日就披露了一项针对于1.6nm工艺的背面电源布线专案,将对照极电晶体晶片的设计至关重要。 另外,台积电还与另一家软体公司Ansys展开深度合作,双方将整合AI技术以加速3D机体电路的设计进程。 值得一提的是,新思科技在今年年初达成协议,将花费350亿美元收购仿真软体巨头Ansys,但这项交易在今年8月遭到英国的反垄断审查,并有可能被其他国家监管机构调查。 在各方交易仍处在变数的情况下,台积电与两家公司的合作也算是给EDA行业带来一种积极的讯号。 这次新思科技和台积电正在开发支援台积电16.6nm工艺的背面布线功能,以解决其召集电晶体设计的电源分配和讯号布线问题。 互操作工艺设计工具包IPDK和新思科技IC Validator物理验证运行级可供设计团队处理日益复杂的物理验证规则,并高效地将设计过渡到台积电N2的2nm技术。 功率是这些召集电晶体多晶片设计的关键因素。 联发科也在台积电使用生产就绪的人工智慧驱动EDA流程开发2nm晶片。 台积电、新思科技和ANSYS联合开发的支援CoOS中间层封装的多物理厂流程,解决了散热和功耗完整性方面的问题。 台积电生态系统与联盟管理部门主管Dan Koch-Patreon表示,台积电很高兴能与新思科技合作。 针对人工智慧设计在台积电先进工艺和3D Fabric技术上的严格计算需求,开发开创性的EDA和IP解决方案。 他们最近在新思科技人工智慧驱动的EDA套件和锡验证IP方面的合作成果,帮助他们的共同客户显著提高了生产率,并为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设计提供了出色的效能、功耗和面积。 为了进一步加快晶片设计,新思科技和台积电通过台积电的云认证,将新思科技EDA工具部署在云端。 云认证工具包括综合、放置和路由、静态时序和功耗分析、电晶体及静态时序分析、定制实现、电路仿针、EMIR分析和设计规则检查。 新思科技、ANSYS和台积电在多晶片设计中,使用了全面系统分析流程,基于新思科技3DIC Compiler统一探索到千核平台。 该平台集成了3D SOAI,与针对数位和3D机体电路的ONSYS RedHawk SC电源完整性千核平台相结合,增强了热分析和红外感知时序分析。 新思科技3DIC Compiler是经台积电认证的平台,支援3D Blocks、台积电的3D Fabric,其中包括台积电的SOIC系统集成晶片和QoOS封装技术。 新思科技采用台积电的QoOS中间层技术,推出了一款测试晶片,全面支援测试、监控、调试和维修功能。 通过诊断,可追溯性和任务模式讯好完整性监控,可实现设计中、试运形中、生产中和现场优化,以达到预测性维护等目的。 用于UCIE PHY的监控、测试和修复,MTIP可在晶片、晶片到晶片接口和多晶片封装层面提供可测试性。 新思科技的UCIE和HBM3IP解决方案,在N3E和N5工艺技术上取得了多项锡成功,加快了IP集成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风险。 新思科技最新开发的UCIE IP工作速率高达40G,无需增加面积即可实现最大频宽和能效。 而HBM4和3D IOIP解决方案则加速了台积电先进工艺上3D堆叠晶片的易构集成。 总体来看,新思科技与台积电携手合作带来的背面电源布线技术,正大幅度共同推动召集电晶体级别的AI和多模晶片设计。 这次取得重大进展的A16技术,台积电高管在会上表示,人工智慧晶片公司可能会成为这项技术的首批采用者,而不是智慧型手机制造商。 目前已知,OpenAI首颗晶片将采用该技术,专为SORA客制化。 OpenAI执行长Sam Altman甚至此前打算募集7兆美元与台积电核建晶圆厂,以促进自研晶片进度。 但近日被海外媒体曝光,该想法过于天真,已被台积电高管打脸。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讯号,那就是与台积电竞争i米节点的英特尔,在最近负面消息频出。 甚至被迫售买欧洲总部大楼,以换取资金。 可以说,在英特尔解决自身危机之前,台积电在i米节点已经一期绝尘,此时透露最新进度,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大客户,火速打钱,手漫无。 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形下,台积电又要抢跑i米公益了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